在内地郭晶晶和霍锦刚夫妇 一向是以正能量加接地气的豪门形象诗人 可就在最近 郭晶晶的夫家霍氏豪门却再次上演了 豪门家产争夺战 果然是生活要远比电视剧来得更精彩 今年是霍英东离世的第16个年头了 那为什么都过这么久了 霍家还在争家产呢 本次事件的导火索是因为 霍家大房的三儿子霍振宇觉得 自己的亲二哥隐瞒了父亲霍英东 在广州南沙开发中的近90亿人民币的权益 为了这点家产呢 兄弟反目 亲情已然荡然无存了 话说太有钱了 也未必都是好事啊 咱们还从霍家老爷子霍英东说起吧 这霍老爷子呢 在香港的豪门中呢 也算是独树一帜的了 其被誉为红顶商人 甚至曾经一度被港英政府打压 抗日战争期间呢 其就在组织船队偷运物资到大陆 抗美援朝时期呢 更是为前线运送药品棉服等物资 那这些行为呢 自然就使得霍英东 上了港英政府的黑名单 弄不好可就要吃枪子的 五六十年代呢 霍英东在香港都是首创了卖楼花的模式 那就是盖的房子刚打个地基 你就可以去认购 然后呢 随着房子的工程进度 分期付款 是不是似曾相识啊 没错 传到内地就变成了我们现在 所熟知的房屋预售制 而卖楼花也让其财富更上了一层楼 以前小打小闹的霍英东呢 港英政府倒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眼见着霍英东越做越大 就开始了严厉的打击 在买地的时候 在发展货柜码头的时候 真是变着番的去阻挠 所以霍英东在那个时候 也只能是低调的隐忍 后来呢 随着中英的邦交正常化 霍英东呢 随后决定把重心放到大陆上 与中国合作石油生意 投建了广东第一家五星级宾馆 白天鹅宾馆 大手笔的开发南沙片区 1984年 中国能够重返奥运会 跟霍英东私下的游说 也有莫大的关系 和为中国的足球 篮球 自行车等多项的体育组织 恢复在国际上的合法协位 而多方奔走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霍英东更是要提出 要捐建鸟巢 但是因为鸟巢不接受民间捐助 后来也就捐出了两个亿 来建立水立方体育馆 其还是第一个被邀请在国庆阅兵时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港商 其在去世的时候 甚至被允许身负国旗 以国葬的树荣下葬 这份荣耀值得霍氏家族为之自豪了 因为霍英东甚至豪门争权夺利 会被天下人耻笑 所以在1978年 还在世的时候 早早地立下了遗嘱 希望能够避免这种乱斗 与澳门的何鸿燊原则不一样 何鸿燊是能者居知 最后选定了何超雄作为接班人 而霍英东的遗嘱 则遵循了传统的涨序有别 更偏向于涨房一脉 首先大房可以从商 但二房三房只能从事律师 医生公务员等等的职业 其次所有的太太和子女 都是受益人 每个月能领到定额的生活费 在死后20年内 不能分配剩余的遗产 而且在弥留之际 则安排大房三个儿子 分别分管体育事业 商业和南沙的开发 并且互相不得干扰 长子霍振婷继承体育事业 也就是郭晶晶的公公 次子霍振环接管商业 三子霍振宇接受南沙项目的开发 看上去很是完美 各方也都安排好了 但是霍云东2006年去世后的第五年 也就是2011年 就上演了一次征产大战 三子霍振宇把所有的兄弟姐妹 包括自己的亲妈 都给告上了法庭 指控二哥私吞了64亿港元的资产 这一闹 可就成为了娱乐圈和财经圈的头版头条 毕竟是豪门嘛 霍老爷子的名声还是在的 当时在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斡旋之下 算是每走司法程序 在内部形成了一个合体 霍云东300亿港元的遗产 100亿港元分给二房和三房 以每个月零用钱的方式发放 剩下的200亿港元 由大房的三兄弟平分 每人估计约65亿港元 剩下的5亿平分给大房的两个女儿 本来觉得事情应该告一段落了 可第二年霍振宇又把二哥霍振环给告了 因为他了解到一个新的内幕 霍云东的祖籍是潘云 所以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跟潘云合作 一起成立了南沙开发公司 霍云东基金和货家控制的 有融公司各占一股 总计持股51% 潘云方面持股41% 随后就买下了南沙22平方公里 大约33000亩的地皮 大举的开发南沙 要知道南沙这个地方 被以前的老广州人称为是广州的西伯利亚 这地方是一片贪图 非常的荒芜 纵使这样呢 霍云东把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 几乎把心血都放在了这里 投资兴建了洛西大桥 沙湾大桥 南沙客运站 南沙大酒店 珠三角世贸大厦 英东中学等等一系列的项目 修桥修路修学要修大厦 他的梦想是把南沙变成第二个香港 1997年 霍云东把货家掌控的有荣公司的股份 以亿元的价格 转让给了霍云东基金 霍云东基金呢 虽然挂着的是霍云东的名字 但其却是一个公益基金 不属于货家的任何一方 不过当时不知道 霍云东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协议中呢 还有一条回购条款 就是货家有权在10年内 也就是2007年6月之前 以亿元的价格回购这部分股份 你可以想象一下 1997年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有多低 随着时间的退移 这三万多亩地的地皮 该值多少钱了 2007年回购条款到期前 霍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提出要回购这部分股权 也就意味着 这部分股权的回购权利失效了 一直到2013年 霍振云自己说 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回购条款 而老二霍振环明明知道 这个回购条款 却什么都没做 霍振云觉得 这部分权益应该属于霍氏家族的 只是老二给隐瞒了 他是想私吞 于是他就起诉老二 要恢复这部分权益 老三霍振云 为什么会这么上心 这个南沙地皮的权益呢 因为当初霍云东的安排就是 老三负责南沙项目 对于南沙的价值 他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2013年的时候 如果回购条款生效 他们能拿回1000亿的权益 而这是整个霍云东 分家总财产300亿的三倍黑多 更不用说2022年的今天了 在如此大的利益面前 霍振云心动了 但是老二霍振环觉得 南沙是父亲为了慈善 为国家打造的一个梦想 并不是以个人盈利为目的的 这个梦想不应该作为货家的遗产 而被分配 所以老二霍振环极力反对 把南沙的权益作为利益 分配给霍氏家族 而郭晶晶的公公霍振亭 也非常支持老二的选择 当年父亲把有荣的权益 转让给霍云东基金会 是慈善 这是父亲报效祖国的行为 所以他也觉得不应该被分配 霍振环的律师也说 霍振宇早就知道了这个条款 家族会议中 甚至提议过负责南沙项目的霍振宇 来进行回购 但是霍振宇以风险太大 表示并没有兴趣 恐怕是因为2003年之前 这个项目已经投入了几十亿 但却仅有一个客运港 有几千万的收入 其他的全部都是处于亏损状态 他是不敢接手罢了 而这桩案子一直到2015年 法院才受理 又一直拖到今年的1月11号 才正式开庭 当然了 霍振宇也是有同盟的 霍启刚的两个姑姑都站在了霍振宇的一方 说当年霍英东在协议中留下的回购条款 就说明霍英东不是在做慈善的 而霍振环不执行回购 就是想私吞下这笔钱 两边律师的案情陈述就超过了1000亿 估计又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案子 甚至连经办的法官都说 这个案子是可悲的 作为子女却无法理解父亲的想法 他也希望霍家兄弟能够庭外和解 不要毁了霍英东先生一生积累下的名声 至少在某人觉得 我是力挺霍振环和霍振廷的 因为他们能够体会到霍英东的良苦用心 如果没有霍英东前半生为祖国做的贡献 被冠以红顶商人的殊荣做前提的话 可能那个回购条款只是作为一个商人的小聪明 但是从其抗日战年代 抗美援朝为祖国体育事业四处奔走 等等一系列的行为 爱国两个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所以对南沙的开发 是对其报效祖国的又一种延续 其在离世的时候身负国旗 是国家对他的认可 但香港有那么多富豪 有那么多有钱人 怎么没见其他人身负国旗 国家不是看其财富有多少 而是看到了霍家对国家的权权之心 才患得此等殊荣 话说回来 国家也不缺那点钱 但这是霍老报效国家的一致 法礼情礼都应该去帮助他完成 所以我觉得 即使是亲儿子也不能去破坏 霍英东留给霍家子孙的不只是那点财富 更重要的是留给霍家无上的殊荣 和被世人所记住的霍家红顶商人的传奇 这是用钱所买不来的 最后想问一下霍振宇们 你们的钱够花吗 还缺这点钱吗 相对于用钱买不来的名声 以及对霍家声誉的损害 这样值得吗 都看完了就顺便点个赞呗 感谢关注猫眼儿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